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台 在1993年 我跟赵志勋在 中央证券杯中 比赛的一盘棋 这盘棋是 已经进入了前四名 争夺冠仰军的 决赛拳的一盘比赛 这个比赛 现在是第二盘 同一盘我们也在一种 优势很大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些 公招吧 最后输给了他 这盘棋呢 我本来想 方本呢 争取 打败他 但是这盘棋最后呢 又非常遗憾 又输给了赵普勋 但这盘棋呢 前半盘呢 非常的有意思 我还是虽然这盘棋输了 但我还是想把这盘棋呢 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那个 通过这盘棋中呢 能取得这些教育吧 下面我们和刘鹏就来 把这个布局给大家摆一摆 赵普勋黑心 他走二连星的 有点超过意料 我一直以为他可能会走 这个 其他的 因为赵普勋这个人呢 非常喜欢实地 不大的下行 形式和模样 他说这个 这种新招号布局 比我这个 很出乎意料 当时我还没想到他会走大模样 我就走了这个 三三 后来事后看 我这个 不能走三三 就是关系 如果一直到他走大模样 我应该走高一点 应该走新 这是我的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那现在他的意图很明显了 就是要取外设 那我这个三三的位置 也不如新 这样就取先 那么很多时候呢 就直接点调 一走从这个上下重型 这一摆起来 说的也可以下 走到先手之后 推下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这个三三 头本来很低 翘起来 翘的高一点 也可以下 因为这个 这个形状并不是很完整 比方说 我刚才这样交换成 跟这边一样的话 走到这样的话 那么就有这样的强烈的活动 如果回去在外面震住 咱就在里头 因为是左右同心 你单软到状软了 很容易成功 所以这些如果 跳跃的话 那么他的跳跃的身体 并不是很大 这变化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我担心他 两边都走得很低呢 会产生意外 所以就想变化一下 法律 法律 必然要逼住 如果不逼住的话 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就可以考虑到飞 所以就相当的难走了 所以飞机要 对这个 大级操作 这边的形状 大级很小 因为 它飞交一下 连走了两步 飞机取得了弹战 就把这个盖住 这个呢 经过我这个 比赛的时候 这个时候想了很长时间 如果 如果很普通的活个小脚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则 这两个呆者 受到黑旗的猛攻 所以这样说 不如说 呃 不介责这个 很善嘛 但是 你比如说这样 活个小脚 在猛攻 让他活一下 往后走活一个脚 不一定很迷输 但绝对的被动 所以一定要连根出来 然后 把这些退 让白旗活进去 黑旗还有宣泄 这个没问题 不算刚才那个立胡 行动完 没挖到 这个 没关系 现在黑旗也吓得凶 打骗了 普通这个形状 是不能量一大 但是特殊的情况呢 假如你车子在接上 你接上 你接上 然后这段也可以供你 然后传染的 也这两个也供你 这样我心里觉得 有把握 但是我这里呢 给他意见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应该说这招棋本来是 我多年以前研究好的一招 不应该告诉众众众众 这招棋这招棋 这招棋这招棋 这招棋 这招棋 然后说个情况是 这招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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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吃得了 我就吃得了 我倒闭了 他这么接着 我把这个吃到 那我的腕子从那儿冲出来 我这两个活了 把这个气力差 就不大 把这两个弄起来 我 连这边他都是空虚的 那白旗就大获成功了 那或者说他可以做这个 但是呢 我也吃 那么多人从那儿 他如果想吃 我尝尝 他要补底下 我把外子吃 他要打这个 我就接着 他接这个 我就吃在他 他要冲这个 我就把这个上面吃 他吃在我 接上接上 总之白旗都是相当充分 这一刀 没用到地方了 他 他 现在一打吃 他就想 本来我是打吃这个 他必然接住 他不可能给这个 那白旗把这个提了 既然白旗已经大获成功了 这时候我已经 就觉得这个 这盘旗就已经下完那样了 因为你这个 该盖我盖帽的这个点 被提起来 这个 应该说黑旗损失巨大 我当时 感觉这个 就已经下完 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 这个 错觉 由于是 固然是在白旗的地方 但是黑旗呢 反弹力还是很强的 因为他 杂丁 他杂丁之后呢 我说他断 又是好手 如果他 他 激烈了 那么这个是坚实 嗯 如果他吃这个 那我上面 直接把它盖出去 这个 翻出来就带响了 如果你空压 他翻出来 你断 他就长出来 所以这个断呢 还是很跑得起 因为我这个 他脸都已经很坚实了 我这个 红一点点 问题不大 如果不可能到处来 他也不可能接 这个牵手接回来 还是便宜 最好眼泪啊 好 下面进入了一部 这个 非常 关键的 一招棋吧 我现在实际是走到这个 这招棋就好了 一下就把这个优势 领先的局面呢 给这个 送掉 这招棋呢 第一个考虑是应该压这 这个 衣服 给他翻 来浮肠 里浮肠 来浮肠 来浮肠 不顾,先跳这边,也是可以的,可以洗大概工,我们再还要坚持了,工队人们再也要跑出来,这个吃不掉,无所谐吃不掉,先走这边就非常好。 这两个标题,无论走哪个,都非常好,而我走的一个很错误。 首先,这个不是贵,凡天窝的时候,但是那个是在普通的场合,像现在的场合呢,尤其一些破例,在这个全局上已经领先的时候,要不想要快一点,或者包围,即早甩掉就可以,赶快吃了就甩掉就可以。 就是,这种不想做惯,走出这种,我讲的,我们自己叫高齐吧,这个就叫,你看,想凶了就直接跑出来,高呢就是,如果跑出来,又那个,尾立不正的一招,这一般讲是,这招其实是水平之外。 所以,他一走,然后这个,被他揍着一招,本来如果他走在这儿,他就不能走在这儿,走在这儿我就惨了,他就不行了。 那么,现在等于这招齐呢,他断了,他断了,他断了,我没办法,我还得惨这样,去处理那块白旗啊。 那么就是说,白旗的优势,是本来在提了一个黑子,但现在有优势上失了。 为什么讲呢?黑旗这个飞上来,他是在,对白旗还有攻击。 如果你要不走的话,肥他一尖的话,就开始扯国,还搞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白旗的优势,一大旗旗啊,刚才,苦心的这种。 我对我提起来,应该是巨大的成功,一下就叛回乌勇了。 那么还得后果冲动。 那么,这个老字鼓。 我们要去封锅。 自己挂。 这就是讲他心的有种定势。 这是小处,不许算的那种方法。 那么,一回来,照合乌勇呢,又有点缓。 但是如果不利的话,推错了,这期或者说还是白星相当的紧,或者说是漂亮,要下去,这期在这儿,白星就太累了。 然后这块头一唱之后,这期要踩赢白星,究竟还是很困难,因为那个地方到底谁啊? 只不过没有当时那么大。现在呢,力,FG非,当时有困难。 是不是同时,你说明白吗okus。 明天早上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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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潮流 那么买得飞机先走 快走 那么你看飞机走一个两个 白旗什么东西没有 人家围了一圈 白旗又走这个 吧 送ego做火 这一圈人家打 cela火 vol 什么东西都没有 至此呢 这个形式呢 它终于从白旗优势 就是向一个飞机稍稍好一点转发 这环境呢布局到现在为止呢 白星应该讲落后 实际上结果就是因为这地方落后 最后也就落后一点 就是一点点 很少的一点 本来呢在开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提起来的就是说是 应该是想象之外的成功 如果不是心理原因做坏了 走得正常一些的话 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看 结果现在这么没没说错 反正这地方还多走一个是 人家买个走拿下来就好 最后呢这盘棋非常可惜 遗憾地输掉 也就是0比2输给赵贝勋 没有取得东安诺院的决赛权 观众朋友们这番题就 布局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跟我一块 吸引教训 感谢观众朋友们这边